在2020年有一部超神奇的动画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不管说是最甜的恋爱番剧 但绝对是史上最快结婚的CP 第一期就直接同居 婚后生活更是羞耻的 不要不要的 男主星空和女主司 以一次特别神奇的相遇 便草率结婚 星空一开始是单纯的认为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在第一集两人宁正同居后 用一集的时间 讲了其他番剧 几十集都讲不完的内容 所以有请提示 可以直接观看本期视频 再回到上期解作 因为从第一集结婚后 就在讲述一场超甜的婚后生活 上期结尾讲到 父母知晓星空结婚的时候 就要着星空带着斯 回家让他们看看 星空和斯乘坐的巴士 中途停战了50分钟 于是二人去了夜宵站吃宵夜 到了门口 星空却忘记带钱包 于是他跑回了巴士上去拿 结果斯也跟了过来 说是比起干等 他更喜欢跟星空一起走 老公我就是想要连这里 哎妈呀这人有毒 所有两人进餐厅 更是因为斯为了挑战精神 买了一碗柠檬乌冬面 面上铺了好多柠檬片 星空让斯尝柠檬片的味道 来进行挑战精神 而他则偷拍下了 斯因为吃柠檬酸得要死的 可爱照片 这里的剧情 也直白地承认了自己 就是柠檬剧 总之就是非常的酸 每每千岁一直躲在暗处 等待星空和斯闹矛盾 现在却吃饱了狗粮 吴可耐克的千岁 走到老师面前 只问他到底为什么要结婚 虽然有千岁的强烈反对 但星空也绝对会维护好 这段婚姻的 在到老家之前 星空和斯在东京停留了疑惑 斯穿上了美帝的和服 本来要和星空一起逛东京的 但千岁再次出来纠缠 于是为了婚姻 星空决定先跟这个未来妹妹千岁 调节好关系 星空和千岁单独相处不久 千岁就很清楚地知道 星空的性格和人病 就是斯喜欢的类型 但这让他更加不甘心 于是星空便说 与一个人相遇的几率是0.00000034 虽然没有什么可信度 但是星空觉得这是对的 而且第一眼看见斯时 就觉得他是在出生之前 就在寻找的命中注定之人 不需要什么理由 也不需要寻求他人的理解 虽然现在还对斯不够了解 但是星空打算花一辈子 去证明自己的爱 并非证明有爱之后 才去结婚 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而和他结婚 千岁被星空的这一番话说服了 最终乖乖回家去了 终于到了赖娘 也就是星空父母居住了家里 星空的父母都紧张得不行 他爸爸更是一动不动地紧张了一整天 不过父母虽然紧张 但是斯却很是弱大方的 让大家都不尴尬 刚见面 星空就被妈妈拉去泡澡 刘斯和星空爸爸单独交谈 星空的爸爸 先是感激当初斯 就有了他们唯一的儿子 星空一直都是父母的骄傲 他们也不知道 如此笨拙的自己 为何会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所以星空的爸爸 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后 也很是祝福星空和斯的婚姻 因为爸爸的话 斯也决定会好好地照顾星空 可既然都已经结婚了 那么就该真正地同居一次吧 晚上都是分床睡 所以当夜斯和星空 也是第一次进去的睡觉 星空害羞的让斯 躺在他的手臂上睡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亲密接触 虽然可以感受到 斯的温度和香味 但是他的手臂都麻坏了 自自然知道会麻 所以他是故意的 最后一个晚安会结束了 他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也不知道是单纯的原因 还是妈妈在睡觉前的那一句 我们房间就在隔壁啊 你们要注意尺度啊 前卫啊妈妈 在第二天一大早 斯醒来后 发现了只能在房间里更衣 而一般的星空在装睡 他偷瞄了一眼丝换衣服后 就觉得太刺激了 便赶紧转身 咱也想不通 看老婆换衣服 好像不是犯罪吧 最后二人决定 在那娘开始真正的约会 他们参观了庙 拍了有趣的照片 而对于古文 梅香老师 也是知晓很多 然后从那娘回家后 却看见他们的小公寓 被露雷给烧美了 面对如此大的变故 情况却冷静了 在第一时间 询问房东 有没有人受伤 矮的记忆 那是一个盆栽 这卧序也是斯 喜欢星空的原因 但没想到 星空竟然早已料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 所以他也早就做好了 万全知测 所有贵重的东西 还有理赔材料 都早就准备好了 这到底还是一个正常人吗 有谁会想着 自己家里被雷批啊 再见到没有伤员出现 星空便十分自然地 带着斯去跑走 便想之后的事情 这一切都让斯 感觉到安心极乐 搬家需要一个 星期的手续时间 所以说要他们家 闲置的小房子 就借给了星空住 星空这么有人约 也当斯很是喜欢 不过正常女生 看到是女性帮忙 不都是会吃醋吗 而且现在还有个难题 除了传令 还不知道他喜欢的星空 已经结婚了 所以川宇要在想 要如何处理 那而传令是天难呆 不管是星空的婚戒 还是他小斯去拜访父母 他都没有联想到 结婚这件事 毕竟斯的姓氏 和星空都是游奇 那而这时 传令的妈妈 直接倒出了斯 是星空的妻子这件事 这巨大的信息量 瞬间让川宇露出了痘痘眼 满脑子只有一句话 两人结婚了 不过好在川宇 勇敢地面对了 明珠星空 幸婚快乐 而由于旅行回来 斯和星空记载的脏衣服 已经很多了 斯不宜被星空 看到自己的贴身衣物 他觉得很害羞 所以决定 由他来洗两人的贴身衣物 其他的拿去投币洗衣机洗 在要拿出贴身衣物时 川宜要把斯汗走 星空独自面对斯 穿过的衣服 脸红的照借口 想要看一看 结果他争巧 做出了一些不雅的举动 这一幕被川药看到了 川药无情地嘲笑他 所有星空和斯具的洗衣店 因为房子被烧了 斯没有多余的衣服穿 所以今天 他是真空上阵 这段星空知道后 雪买喷嚼 他激动地想要立马 爆出这么可爱的丝 你抱呀 自己脑婆你还要怕 那我们算就算了 还能我们着急 而星空的衣服 也被烧掉不少 于是星空就特别听劝地决定 带斯去买新衣服 这段还多亏了 他突然要助攻不来 星空还傻傻地不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呢 星空不让斯穿暴露的衣服 给别的男人看 给他挑了很多可爱的衣服 所有两人又去的内衣店 星空进去的时候 脸色通红 超害怕会被逮捕 满完内衣 星空斗胆问斯 可不可以穿衣服给他看 讨厌 斯就这样害羞地同意了 兄弟 你总算不把我们当外人呢 开窍了 而前面说到斯很会做饭 他做的美味 让星空攒不绝口 斯的目标是想要 星空被喂成只吃他做的菜的存在 不久 川耀送了一个蜜瓜来 于是夫妻仰开始供享美味的蜜瓜 星空十分激动地喂斯吃 虽然是单独相处 可是还是很害羞 星空之前的房东说 会在烧毁的原地 再建一栋房子 询问二人要不要再续租 星空带了斯去看样板房 但是找错了 去到一栋高级豪华的公寓里 虽然体验很好 但是星空和斯并不建议房子的大小 只觉得彼此在一起 就很幸福了 斯和川耀一家并不熟悉 在他们家白住 但他觉得不太好 所以斯主动帮助川耀打击澡堂 意外的是 斯把澡堂打扫得很是干净 而且斯总是能够非常细心地观察 他的笑容也是足以治愈任何人的存在 所以要面对这样的斯 也知道为什么星空会爱上他了 在这天夜里 家里没有咖喱粉了 所以夫妻俩一起去买 顺便散步到了无人的公园里 星空本来想要在这公园跟斯接吻的 但是斯刚吃了肉包 觉得有蒜味 所以拒绝了 星空看着这样的斯 忍不住一把抱紧的斯 星空询问斯和他结婚后的感受 斯问偶地说 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心跳 第一次知道自己也会有这么丰富的情感 后来 为了要报答川耀一家的流速之情 星空决定举行 年轻人中流行的章鱼烧派对 还邀请了川宁 因为斯也想跟川宁搞好关系 在斯去买洗衣粉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千岁 千岁看到被烧尾的公园后惊呆了 并一直问斯的新处处 一路追到澡堂 于是千岁也参加章鱼烧派对 川宁也想要借这个机会 验证一下斯 是否合格做星空的棋子 并想要考验他的料理 结果斯的美味料理 让他佩服得无敌投地 但川宁觉得光会做饭不行 于是他又拿出了卷王游戏来 但是玩游戏也是一绝 能不能就这样完结啊 别再继续下去了 几个笑 最后演变成了川宁斯和千岁三人的 拳王战争 江碧还变成了可以党星空 言听计从做事 千岁也首先被川宁打爆了 于是也变成了四合川宁的战斗 恶人都是后胜的游戏能手 特别是川宁 更是游戏天才 恶人往往地打了一场兵局之后 两人也成为了好朋友 这支后派对才正式开始 在怎么欢乐的气氛中 千岁也同意了这场婚姻 希望是星空问斯 卢格斯赢了 要让他做什么 随后斯便吻上了星空 哎妈呀 你们消停一下呀 在不久后的某一天 星空拼命工作完之后就发烧了 吃完药后他便睡着了 斯在身边细心的照顾者 害怕有很多照片 等星空醒来后 斯为他擦身体 把星空擦的脸和心跳 小露乱照 感到星空发烧 斯即使担心饥饿 于是在夜晚 激进地抱住了星空 害怕他会离去 知道这些的星空 温度地向他保证 一定会为了彼此 而照顾好自己 本来有望在今晚成长 但是这个时候 却是斯害羞地 以星空身体虚弱为有 而推倒了以后 很快要下次机要到了 这也是星空拼命 把工作做完的原因 船长也为了夫妻量 准备了合身的御医 可换御医的时候 星空忍不住询问 是否可以看 星空不会偷看 但是会光明正大的询问 说一次也没办法拒绝地 统一了 结果星空看呆了 最后两人去逛夏日记 两人一起吃了一份 美味的章鱼烧 星空捞鲸鱼一条都没有捞到 然后两人再去许愿 还接吻了 烟花绽放了 星空在心里默默许愿 希望明年也能够这样 一起和妻子过夏日记 无论四季交替 我都会牵着你的手 一同仰望夜空中的婉星 无论多少次 罗洞天空中绽放了烟火一般 无论多少次 永不停歇 因为我们是夫妻 完结洒花 对一丝的身世 在动画中没有过多的戏说 只能确定斯绝对是一个富婆 前面的剧情 虽然以撒狗粮为主 但是要最后结尾的收场 才是造就了很多人 喜欢这部动画的原因 即便在屋里头 每个人都希望 能真的像最后结尾 说的那段话一样 无论四季交替都想牵着爱人的手 虽然原片的进度条 都采用了柠檬图标来暗示一波 酸不酸 但这个柠檬剧 我真的不讨厌 就像张机解说说的一样 没有三脚链 没有堕胎 没有牛头人等等 金色的恋爱 就表现在了星空身上 有人不离写故事中的角色 都快二十了 为什么谈个恋爱 还有装论 还要大金小怪 我只能说 这才是恋爱中的金色 但不能够说 我也是看了这部动画才知道 原来人 可以算到这种程度 反正现实如果有天降的老婆 我想正常人一定会觉得 就不对劲 而且据说这部动画 好像是根据作者 亲身经历 下边而成 是不是真的 那么算 咱也不知道啊 最后最后 让我再吐槽一句 第一集开斗篮主 被车撞了 我想刺激一定心中暗想 Sumimase 没有把他撞到一世界 真的是我的势责啊 说不定去了 一世界的行空 还能找到更可爱的老婆 这样尤其是就是我的 我的少年 以为不太正经的 九七年老色皮 小男孩 等会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